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朱仔今天才推介第三隻手錶 真是比較忙 鏡頭前面是一隻精工的舊裝 舊裝的精工 我們看看外形 很特別 格子面的 回到正面 一隻SEICO的五仔 都是舊裝盾牌 這個很特別 一個格子的白色錶面 一個好像 怎樣說呢 一個好像餐桌布 格子面好像 餐桌布的錶面 我先買一下錶殼 好 白色就比較容易看 都是同樣用了這個字釘 銀色的字釘 凸字的字釘 這個凸字的字釘 看見到打側看 十二點位置 SEICO和五仔盾牌 都是一如以往 舊裝都是凸字的 光身的凸字 看看夜光方面是怎樣 秒針就沒有夜光 因為銀色的光針 光身的秒針 時分針 你看到時分針有夜光 加上黑度後面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功能的 我們看看 有夜光功能的 OK 你看到夜光 都是有夜光 當然不會夠潛水錶 厲害的 夜光 三點位置 你看到星期日力槍 這個三點位置 星期日力槍 看一看 白盤黑字 星期日力槍 同樣 都是舊裝的精工 如果舊一些的 我的標迷 就會知道 它是拿圓角的 現在新裝很多時候都用了方角 再加上 你看到 星期日力盤 凹了下去 更加有層次感 看下去 很清晰 容易見到 白盤黑字 好 這個就用7S的機心 7S26的機心 6點位置 一個很細的字 寫著自動的 全自動機的機心 好 拿起去看看 先 你看到 向下轉動 是較星期的 半粒 星期六 就轉了顏色 先看看 星期六 星期六轉了藍色 星期日轉了紅色 即是 跟日日是不同色的 你見到 教的時候都是一格格的 很順 有聲音 有手感 按回去 拉推罐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標罐 因為生活防水 30M的防水 你看到標學位置 標學位置 全拋光 光深 做了光深的標學 白盤 看上去很清 標腳位置做了光深 標學的標腳位置做了光深 耳蓋 就開始做了拉絲 連接條錶帶 都是做了拉絲 不手鋼 這是鋼片帶 不是實心鋼 是鋼片帶 舊裝的精工 標觀位置 就放在四點位置 通常這隻的標學我都會教標米 如果你這樣 用手指頭甲去扭 就比較難扭 但是如果你這樣 用我這個位置 用這個位置 就很容易去轉動 你看到很輕鬆 這樣就去教時間 一點都不難教 當你教完快按下去就可以了 也不會弄痛的手指 好 標扣方面 看看 這個標扣也有些圖案 舊裝真的有很多花繩 以前 現在新裝沒有那麼多花繩 我發現標扣玩過模樣 大家看看這個標扣 這個位置 有波浪文 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是楊克 這個字 是凸起的 大家看到嗎 凸起的 通常都是凹下去 或者是雷射 但是這個是凸字 做了拉絲的不手鋼 這個標扣位置 用了薄橋 沒有做到後橋 看看標底方面 標底就是做了一個透視的標底 有塊膠膜在這裡 不是花了的 螺旋式陷入的不鏽鋼錶底 7S26C的機芯 21個JERYS 這裡寫著了 全不鏽鋼的 Stinger Steel 好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標徑就是37mm 37mm的標徑 而厚度就是12mm 12mm厚度 37mm的標徑 試給大家看看 什麼感覺 朱仔今天穿一件燈芯蓉的襯衣 其實戴上很正 我覺得一點都不老土 真的 很時代感 現在玩復古這些 舊裝的精工 好了 這隻是停產款 朱仔只有兩隻現貨 只有兩隻現貨 如果有興趣的 喜歡朱仔這個推介 舊裝的精工 五仔盾牌 格仔面 這個字面這麼特別 如果你喜歡白面 還有再加上 不要錯過這個 朱仔推介 朱仔推介多少錢呢 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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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興趣的標迷 可以在什麼途徑找朱仔 在內容下方 朱仔會有Whatsapp電話 你可以打給朱仔 或者Whatsapp朱仔也可以 如果你喜歡 如果你喜歡 朱仔的推介 你就告訴我 Whatsapp我 告訴我 你在佐敦店 或者荔枝角店 如果你還未訂閱 盡快訂閱 我的頻道 下一次 還有新標 可以即時通知你 如果你喜歡 朱仔這條影片 給個Like 朱仔 需要你的支持 我會更加有能力 找更多好編 介紹給大家 好 謝謝 800元 都挺漂亮的 真的 價錢又不貴 一隻 伍仔精工 特別一點的標面 謝謝